友情 演員 白露 徐凱 戴旭 肖艷 楊澤 丁瑋 葉思維 武林登場 歡迎丁也 葉思維 武林 歡迎白露 徐凱 戴旭 楊澤 歡迎你們 大家好 我是白露 在招謠中我飾演 陸招謠 好 歡迎 歡迎招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徐凱 我在招謠中飾演神秘深海 好 歡迎 歡迎徐凱 你們贏到 我先嗎 是這樣嗎 是單獨對話師 對對對 怎麼還想就有劇情情節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這樣 照亮 我希望你最選是 酸酸的題目 所以我的比賽給你 對 1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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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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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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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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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咱们还要拍照 好吧好吧 因为周瑶老板也是个大IP 然后她其实的生存也挺多的 然后就在拍戏的时候 有没有在哪些压力 然后有没有对导演公司 或一些角色一些的 积极的什么的东西 其实说实话我一开始去 就是见阮总的时候 我其实是试的第二行 就是指编 然后因为后来我们去看完了原著 特别特别喜欢 不知道有这个角色 我先开始原著 然后我就去征询 然后也是很感谢阮总 把这个机会给我 然后因为顾章瑶她是 她这个人物有很多阶段 比如说她小女孩的时期 后来是国王的时期 然后又回来她复仇的时期 这回有跟她在一起 甜甜蜜蜜的时期 就是我也有自己做功课 比如说把每一集的 比如说大概内容显示一下 在本子上 比如说今天拍这一集的哪一场 我就翻到去看一下 就这样 然后 我希望我会让你出粉 失望 好谢谢 好 你能说情话的 那么你在现场中也就这样来 不太迟 我现实中 不太会进行过 对 好谢谢 谢谢 嗯 嗯 都会不 好 因为她 后来我说 我会给她 对 给她高兴 所以我相信她也会 给我高兴 给我大气 谢谢 谢谢 谢谢